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你们几个是想唱Rap的 是不是 对 经过我们几位老师的商讨 这首歌我们也愿意加入 说唱的部分 感觉就是音调符合 思念的很准 然后呢 特别认真的去唱 说唱不难 我在学校里朗讽很好的 我说唱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 就是挺大的一个困难的吧 那还是算了吧 有哪些小同学想尝试一下 站起来好不好 起来说一说 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Rap的中心思想 是关于田野和歌声 就比如我们在田野里 尽情的歌唱 或者是跳舞追蝴蝶 很欢快 很欢快 还有就是我们这几天 也是出去玩了 然后看到了风景 什么流水的 然后看见大雁 对就把这些画面结合起来 我觉得其实不仅仅要把 选材要选好 也要把它唱得非常好 要有节奏感 对 节奏感 Rap的话必须找准一个关键点 就比如VV 就是以VV为关键点来去散发 对不对 VVVV也已经确定为第三场演出曲目 同时还将加入全新的表演形式 说唱 所以杨昭阳 今天来收集孩子们的创意 进行说唱词段的改编 完善表演曲目 我们在这个书本里 先收集一些 能够运用到 rap里面的词汇 或者是段落 然后再结合一下 我们自己的想法 来完成这个rap呢 好啊 好 那我们现在去找 好不好 耶 这个吧 大冒险 好了 从那边往这边说好不好 选这本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三国和春秋战国时期 这几个时代 所以找了一本三国的 那你觉得这个三国的这本书 怎么能跟我们这个 威威这首歌结合起来呢 就比如嘛 像刘备和孙权这些看着很大 但是对曹操来说 威威 只是微小 威威 好好好 然后若元 我选的这本是《冤枉术》 我就感觉有很多奇思怪想 我就有很多愿望 然后之后可以加到威威这里 因为威威就代表是我们小朋友成长这个过程 然后成长过程肯定有什么愿望啊 要实现 要实现去努力 对 我觉得这本书还特别好 妮妮呢 我选的这本书叫《远真大冒险》 因为就是我从小就胆子比较小 然后就觉得里面的这些词语 可能可以带入到威威里去 因为我觉得威威是一个特别欢快 然后可以就是实现一个道理的一个歌 我觉得你们这些所有孩子做一个融合 能写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歌词 由于是